财富投资,速度,是致性关键 买卖港股美股,操作简易 现金拉展账户,一言切换 港币,美金,人民币,灵活调度 系统优化,界面清晰 全新升级版傅幸通,助理落盘快,狠,准 有傅幸通,投资路上倍轻松 富昌在线,步步领先 Hello 各位早晨 今晚美国出新一轮10月的CPS数据 CPS数据公布前,美股全线下跌 三大指数跌幅在1.9%至2.4%之间 画面上是S&P500指数,昨晚跌2.08% 整个美股也是,指数大股反弹后再跌 暂时大股,大型科企 暂时还未有好好的入场时候 最主要前排都是 每一次反弹都会有很多见底的声音 暂时来说都未见到转行 很多时反弹后也会再跌 出完CPS数据今晚再看 但这方面就不敢太过乐观 除了数据,今周还有特别多人关注的 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 现在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就说奪回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 但现在选情都不明朗 美联署的三号人物又说 美国长期通胀预期稳定 通胀前景不觉停胜就上升了 其实之前大致上有说 究竟选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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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业 现在的分析有去充劲 但都未见到真正有回落 回落得很少 你一直都仍在白以上 回落幅度真的是 这是一个升幅 升幅放缓了 升幅放缓的幅度真的非常非常少 先讲一些这些 现在这里再重新一下 就是一个CME的期货 这个叫Fatwatch工具 大家现在可能都很熟悉 这些只是代表市场的预测 不是代表会准确 反而我们要去看 究竟市场已经预期了些什么 这些就不是超预期 现在市场预期有56%的机会 未来12月的加息幅度是0.5 之前巴威尔说完之后 开始特别强化了 因为都会考虑12月或年头 或年头有机会放缓 加息幅度 但最重要是终端利率去到哪里 这里没有看到这么多 但如果你再看看 现在的利率期货显示 市场是预期明年中 至到最迟第三季 开始减息 加息去到大约55 多少少 去到年中会停止 然后就会开始下跌 其实现在的美股跌幅 是在反映这些东西 如果不能够 如果不能够 如果不能够明年减到 或者持续高期 可能在5以上多一段时间 现在的美股跌幅 是未反映这些东西 当然这个 之后慢慢慢慢会显示出来 因为一直 为什么跌 不是已知加息 不是反映了吗 因为现在人们 预期很快会减 一直在说 何时减息 何时会减息 所以现在的跌市 只是在反映 加到明年中会减 所以如果再 维持久一点的高息时间 现在的跌幅是未反映 这些情况 昨晚就大跌 今晚也要关注 出现数据是否又会震动 也不要太大期望 或者太乐观 就算出现一些短线的夹升 昨晚科技股大部分都是下跌 其中就是明星科技股全部都大跌 其中Meta 即Facebook 裁员超过1.1万 占了公司员工总数13% 现在变成了元宇宙的股份 反而是有得升 主要是跌得最多 跌得最残的一只 反而 又是 裁员当你好炒 很多时候这些 跌到最残 业务折折向下的股份 裁员会升 可能香港未有一个 代表会控 但这个其实长期 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但可能截楼方面 有少少短线的冲景 昨天除了这边 美股 其中一个有拉着的就是 Crypto那边 区范的股份 也是很跌的 Robinhood 跌超过13% 加南科技跌12% 这些比较小 最主要就是 作为虚拟货币的代表 我们看过Bitcoin Bitcoin昨天也是大跌 最新跌11% 现在是16,000左右 昨天一度跌穿15,000 只不过是出现少少技术反弹 消息面上就是 因为前几天 其实很快 这些事情就发生了 FTS就爆煲 有些传闻 搞到它被擠提 被擠提之后 拖累整个币圈 就暴跌 整个币市暴跌 然后币安就说有意收购 然后最新消息就说 收购这几天做些 最新彭博就说 币安宣布放弃收购FTS 因为FTS的问题 超出了它们能力控制 和帮助以外的范围 有些比较阴谋的猜测 就是主要是想做低它 不是想收购它 这个消息也令到虚拟货币全线暴跌 我看到也会有些去说 就是想是否有机会 暂时如果你说整个市去到 当然看它之后的发展 但是整个市去 已经进入熊市的时候 一些短暂 你超买到这样 短暂又是不出奇 还有我想它们另外都看 大致上去挨近上升轨 但是也是 上升轨一定不会穿 最多可能你的支持位 去充劲 有少少短线的支持 美股昨晚跌了 其实整个市场都没有 一直都没有说真的有转好 还是短暂为主 恒生指数今天也是跌回 昨晚中概股已经跌了 小鹏汽车跌超过14% 都主要是随着美股的大盘下跌 纳斯特克金龙中国指数跌6% 京东和百度跌6% 聘多多跌6% 网易跌4% 巴巴跌5% 车股那几只特别厉害 还有隔晚Tesla也是大跌 穿了200个前几天 其实都几多人会去买 说真的 最不一定是美股那些一定是厉害 Tesla一定是厉害 其实都不是 最主要 如果说时机上 最主要最多人中 就是最多人中伏 是一些高位聚落的股王 然后觉得他前景很好 一定之后不跌 或者一定不会升反 就是暴跌 还有整个板块也是 你看到过去最火热的板块 现在已经是转了 逆转了 因为要认清这个形势 恒生指数今天低开 低开220点 开步16138点 基本上就是反弹到下降 有一个掉头的迹象 所以其实升的时候 真的不要太兴奋 又觉得哎呀 没有买 现在如果说看期指 这里开始下来 穿了16445 下关还未试到15933 现在总算欠手在16000 另外成交瓦 上面都是一件红色 连日反弹的股份 开始跌下来 不算特别很大幅的低开 ATM全线都是跌2-3%左右 小鹏汽车就在榜上跌得特别厉害 跌了7% 都很迫近又要破底 另外 比较前几天有些观众问 2015 我们那一口不切 就是想说做胆 这个是海锤之选 但有一个特别弱 和应该多些产品可以选的 就是比亚迪 比亚迪 比亚迪 如果说 之前有些迷一直在捱 现在都可以 如果一路在等 等它弹完掉头再出手 应该是穿188 是一个向下的讯号 应该是昨天出现了这个 这个时机 现在港股开出之后 跌幅扩 跌了277点 16,074 这个榜上 继续都是刚才的情况 小鹏 李想 两个就跌了上榜 那我们去过广告 先稍后回来看大家的留言 好 指数就开始跌至300点左右 有了 去到16,000关口附近 刚才股份 反弹之后又调回头 其实 买弱小股是有这个问题 很容易 那些熊市反弹 就会这样的情况 所以最重要就是 最重要就是 其实市场不是特别好 就不要看到 升了 这样就太过兴奋 李想和快手都跌5-6% 又是康熙乐星6% 小鹏就跌7% 今晚就出CPI 10月CPI的数据 现在市场预期 应该是通胀持续高期 大部分货品的价格是有回落 经济学家预期 CPI的数据 按月应该会升0.6% 然后按年升幅 可能会是7.9% 如果是这样的话 已经算是 放弯一点点 当然仍然是高期 大家都暂时 因为上个月的数是8.2% 如果真的出到7.9% 已经算是放弯了 但当然看它 想怎样去炒 因为说真的 你放弯的幅度 其实不是真的厉害 似乎它会不会想 借势去 来一转 看看YouTube上面 Terry 市场跌成这样 大家这期 很庆幸很多市民 都是一些比较 这些正在走上 trend 所以选强的股份 你会发现 突然间买了一些不指名 突然间就立刻倒下来 3.3.2% 继续持有 可以 其实站稳5.3% 都可以 如果 线不好 看得再短线一点 不如看看小试图 小试图参考支持是5.8.9% 放得最短 最短5.8.9%以上都可以 可以继续持有 起码都懂得 开放置羊竹 已经算好 这些已经是 比较走强的 up trend股份 就做个顺势 会坐得好些 6185 6185 6185 好吗 6185 先按出来 好吗 好吗 入呢 翻租 好吗 当然 如果你 看法上来说 都是借消息的炒作 但是最重要 我们 顺势 所以这期 你买个1797 都比去买个腾讯 这些是不断跌的 康喜乐 有得想 这里做箱底 其实是未升穿的 颈线129 这个可以按一按 按一按 按一按 筆出来 可以尝试画一下 这个 这样 这个箱底 颈线 这个升穿更好 但你觉得如果 防守又软了 升穿了 等不下 都可以的 你有两个防守 可以摆二 1190.2 如果移不软的话 直接用102.2 102.2 这个小时图 你看一线图差不多 但小时图 把这些东西放大 可以用102.2 做止损位 起码 这期正在走上升 急升 爆升 不要买 爆升完之后 再设置 现在有这个机会 你预计 如果万一下来 就不要死渣 这类型 真是快 就算了 1910 大家都喜欢1910 Judy 1910 1909 有货 要不需要先走 阿森 如果失手18 再跌下什么位 这个 现在都很明显 跌穿了 反弹到50天 再掉头 要不需要先走 拉长来说 总算这两年是在走向上 起码 起码到 不像大部份 港股 明显地走向下 未见到转向 不如这样 你现在还拿着的话 你可以用 16.88做防守 19.9 有防守 因为你如果 最快走 你破例已经走了 起码一旦 两旦 又站在那 16.88做防守 10月底 这个 这也要视乎 一个 开放的进度 但暂时 未见到 这方面 可能也要先捱一下 但起码 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 现在的一个 未开得的情况 所以 都可以搜 搜 10月底 失手18 再下跌 什么位 18 不是一个重要位 之前可能是 但这样看 之前的支持 穿了 是不是以后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 未必 因为 已经可能 你不会拿过 很久以前 这个 近一点 这个已经破完 破了 我们看新的 新的 应该是16.88 然后 重要关口 有14.6 就是6月底 三个底 其实它是3月 6月 或者 拉远一点 3月 6月 10月 起码看到 它是一个 走向上的 整个大小小的走势 就不是 像 大部分 港股 都是走向下 港股率是9成 都是走下跌 如果你可以选择强细的角度 99%的港股都不用看了 1910说了 其他就 大致上 这些利胆因素 疫情 審计报告 内地的经济 内房 这些全部都还在 这些利胆因素 还有一个 特别关注 什么 真是一个 比较环球性的 一个 大的利胆 真是 今年是加息收水 这个应该 我觉得是 大过很多 所有的因素 这个东西 整个资金 会少了 缩绝了 Terry 1066 买得尾 1066 这个都可以等下 这些 这些 也都是 起码这半年 远一点就不要 起码这半年 是先走着 trend 不是弹一点 那种 可以抠 抠 11.54 就是11月7日的高位 抠期得稳 11.54 即收到稳 11.54 然后防守威 就放在这里 10元 10元 这个10月底 都是一个 有很清晰的部署 然后有 突破马鑊讯号 才做 如果突破10元 即这个 新郎有机会打破了 我们看看 现在的指数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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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观众 正在问 不过 应该 也不是小 有机会 但等破了 即是穿 向下的估出信号 穿向下 如果到时很超迈 就再看看 这个 要看到时的情况 因为有时候 一落 太急就未必追到 太急就等它 穿完再弹 波子反而就穿了 这个关口 就说三仙是89 不过 小小边缘 叫做破一破 有小弹 可以观察多一会儿 但是 大好仓 就应该 不会这一刻做 即是如果 就算是薄一些短弹 它急升那一下不追 急升那一下 下回再起才好做 是不是一定再起呢 我们要观察一下 因为 再起都不是太大期望 因为这些好 如果去到很短线 其实现在是一个很短的时候 但你说大方向 其实是有没有扭转 有没有转勢 当然就是未有 如果你要去做很短线 其实 我真是宁愿你做这些 很多时候 第一感觉上 1797 是不是 投机 投机股 康喜乐 投机 如果本身都是做短线 你又何必永远 只行单trend 它反弹呢 这些其实更好一点 但这些都是短线 因为现在的人买一些 科技股 很多都只是薄金的短线 未必太大期望 不如就只是做一些 顺势去做就算了 现在市场都跌多了一点 跌349点 市场16,000 报16,09 看一看我们最后 完结之前 看看今天最新的牛熊街货情况 现在的比例是一半半的牛熊 大约50-50 但熊正没有重货 牛正有重货 但不算好 现在牛正的重货区 其实只有300点 不是一个很远的距离 还有那里有1200张 很重棍的一棍重牛 熊正没有什么重货 只有几百张 每一个区间都是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待会中午再和大家看事